四人立刻反应了过来 急忙出手解决眼前的出现的烈焰狮兽 在硝烟平台上 在抹杀掉狮兽后 又出现了一条百丈巨鳄 硝烟一步跨出 金光呼啸的拳头落下之时 这条巨鳄当即浑身一震 随后炸开化做了无数光点 这些光点散开 落在了平台之上 随即 硝烟脚下的平台 就开始缓缓上升 当然 那四人的速度也是不慢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此地 所以对出现的这些凶兽 都了如指掌 抹杀起来速度很快 快一些 别被这卑鄙之人得逞了 四人显然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任由他们速度再快 他们抬头时 几乎只能看见顶起平台的石柱了 至于硝烟的身形 已经看不见了 只能听见短暂且急促的打斗声 以及不断攀升的平台 不可能 此人第一次来此 这些玩意儿各有千秋 对付起来若不了解 绝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 满脸赖子的驼子 目入浓浓的诧异 他不知道硝烟是怎么做到的 比他们来此数次的四人速度还要快 而且快得多 四人的速度不算慢 这样的差距其实还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无碍 待会我们一定要先联合起来 解决掉此料再说 驼子到最后 似乎都并未跟硝烟说实话 毕竟面对硝烟这个来历不明的外人 多少还是要留一手的 百仗之后 平台会汇聚在一起 联手解决掉无面魔罗 到时候就趁机解决掉它 此时 驼子用灵魂传音通知了其余三人 皆是点头应许 平台会汇聚 无面魔罗 看来平台提升的速度并非关键 这驼子所言 应该才是这个试炼的难点所在 消炼欲尽灵魂之力 早就有所防备 毕竟出现在他平台上的凶兽 无一例外 暂时还没有出现过 能扛下他一拳之力的 几乎在凶兽出现的一瞬 消炼金光拳头便已经落下 强悍的全境之下 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 全部星神都放在了下方四个平台上的身影上 并且算计到了 四人定会想办法对付自己 消炼通过预尽灵魂之力 窃取到了他们之间的交流 四人之中 唯有这驼子 对我有些危险 后者也是擅长毒素之辈 不知他的毒和宁妖的毒 谁更强一些 而找吉恋之初这天灵魄毒丹 便是做好防备 万一真要和这驼子一战 没有亵渎丹的话 倒是一件麻烦事 消炼眉头紧促 元神肉身实力虽强 还是得尽快让本尊的实力成长起来才行 若是本尊也能够突破到神之不朽 或许就不再如此剧毒 毕竟本尊突破后 能够动用的手段就更多了一些 分身和本尊若都能突破不朽 消炼的战力将倍增 只是在此之前 得想出解决肉身剧毒的办法才行 已经击杀了二十头凶兽 模样各异 都是从未见到过 消炼所在的平台上 随着他将第二十头凶兽抹杀 便是陷入了宁静当中 低头看去 此时距离地面已经很远 周遭更是有灰暗的云层漂浮 看来我已经达到了百丈之巨了吗 至于那四人 显然随着不断攀升的平台 出现的凶兽也越来越难对付 他们可不是消炼一般 一拳就能将这些凶兽解决 放远看去 他们的平台才到消炼平台石柱的一半 一个个都在奋力地战斗 多少还挂了一些彩 等待之间 消炼盘坐了下来 目光打亮着周遭 看向了在他们不远处 那根更为庞大且通天的石柱 直至此刻 消炼都还望不到顶 这道天君柱定是至宝 只是不知 其存在是真是假 得到后 又能否将其带离 顺着这道天君柱看过去 之所以看来 如同石柱一般 是在其表面包裹了一层岁月积淀所留下的灰尘 将其原本的模样完全遮挡 看着这庞大的天君柱倒是令 消炼颓感兴趣 如此庞大的武器和原神之躯到很是斑排 在消炼思索之时 四人的平台逐渐上升 快要了上来 我们四人必须联手 他提前达到 定是在此恢复 最好联手先将其抹杀 免生霍端 驼子叮嘱到 他们奋力击杀眼前不断出现的凶兽 而消炼早就悬停在了摆杖的位置 在他们看来 消炼是在做着恢复 实际上 消炼根本就没有什么损耗 甚至连半点伤势都没有 反观这四人 虽然是神之不朽 可面对出现的凶兽实力也是不弱 自然无法做到 如消炼那般瞬间抹杀 所以或多或少都有损失 造成一些小伤 等待之间 消炼索性拿出了自己的药顶 继续炼药 四 委托得丹药为九龙针阳丹 此丹倒也不算复杂 只是这些药材 看起来的确有些不堪入目 消炼拿出了炼制九龙针阳丹 所需药材 那巨大的龙鞭 出现在消炼眼前时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 消炼不认识某些凶兽的龙羊 配合着许多杨属性药材辅助 不管是什么丹药 既然接下了四的委托 加上来此之后 即便四对他有什么心思 本身从未危及到他的生命 并且还一定程度上帮了不少忙 所以这份人情 消炼得还 所以打算先将此丹炼制而出 至于六所委托的毒丹 消炼断然不可能为其炼制 没有明说 但这样的暗示 已经非常明显 六所给予的毒丹 就是在警告消炼 火焰生腾 将那些药材不断炼化提唇 神品丹药的炼制 越来越熟悉 上手起来更顺利 最主要的提唇阶段 不再如最初炼制那般困难 当然 这本身也要看丹药的难度 一如沧海神丹 和神魔大体丹 如此类型的丹药 就比九龙真羊丹炼制起来 难度要大得多 随着四人平台逐渐上升 当他们看见平台上的消炼 又开始炼药时 这种不慌不忙的状态 顿时令四人额间 轻轻暴跳消炼目光 认真地注视着自己的火焰 精细地控制着火焰当中提炼的药材 对于这四人 他从未放在眼里过